unique 好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u 我们发成u的音 n-i-q-u-e 念成nique 重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unique unique 那unique这个字呢 当作形容词是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在这边Andy呢 来帮各位呢 整理一个字首 这个字首呢 就是unique unique这个字呢 其实呢 它就是one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一个字 这种生物呢 是在古代的 希腊罗马生化里面 才会出现的 叫做独角兽 那为什么有独角 因为它只有一只脚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叫做unicorn OK 那例如呢 大家穿的制服 叫做uniform 那为什么制服 叫做uniform呢 因为有没有发现 大家穿的 都是一致的 不变的 所以呢 uniform这个字呢 就变成所谓的制服了 好 所以这个unique这个字 本身就有e的意思 所以unique这个字 我们就翻成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好 我们看例句 the bag is unique because it was designed and made all by myself 好 它说这个包包呢 它是独一无二的unique 为什么呢 because it was designed 它是被谁设计 而且是由谁所造成的 all by myself 表示完全全部 都是靠我自己 完全是由我自己所设计 跟制造的 all by myself 好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unique 形容词 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